接下來我們再把S-Mine比較多的功能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首先如果你要操作超連結、註解、很單純 你就把你要的超連結 假設你要進到這邊來 我就把它複製好了之後 你來看不管是哪一個 你按滑鼠右鍵 插入 有沒有一個超連結 就在這邊 那麼超連結呢 你可以看到除了我們對外的連結 跟我們簡報 佛格在一樣可不可以連到不同的主題 什麼叫主題 就是下面的 這些 這個每一個叫做主題 所以如果點下去 你可以絕對或相對的 你去選 可以去選擇 這個主題 有沒有 你甚至可以不同的頁面喔 因為我現在只有一個頁面而已 所以如果你不同頁面點下去 他就像超連結這樣跳過去也可以 這是一個方式 反正你只要有加的 他後面就會多一個鏈子在這裡 多一個鏈子在這邊 這是 超連結的部分 其實因為這個蠻常用的啦 所以通常會記一下快速鍵 因為 超連結 是叫hyperlink 對不對 Ctrl加什麼 H 這個 按右鍵插入 有沒有看到後面有一個 Ctrl加H 所以常用的你可以稍微記一下 可以稍微記一下 那另外呢 如果你想要插入 註解啦 這邊其實都還好 從這邊 註解 註解 跟 平註很類似 點下去 這樣子的註解 這是一個 如果你不要這麼大一個的 你去用另外一種的 備註 有沒有比較像memo一樣 當你離開了之後 有沒有就小小一個 點下去 這樣就看到 所以這樣也可以 那我們回頭來 看一下這邊 當你 有一天想不開了 想了這麼多 請問你 你要 平常要編輯的時候是相對比較不好編輯 所以你有一個方法 可以這樣子 我覺得 Google地圖 可以用很多 我就把這個 變成另外一個主題 我把它按下去 你注意一下下面的變化 有沒有進來的 他是變成第一個 松心思想的 對不對 而且他也幫你把超連結做好囉 按一下 有沒有回到外面來 按一下 有沒有進到裡面去 這樣是不是也是超連結 所以如果說你有像這樣的需求的時候 我東西很多了 你不見得一定要在同一個畫面去完成 那後面這邊的內容 其實對他講 這個內容他已經複製到裡面去了 所以你後面內容如果不要也可以刪掉 因為這兩個現在是沒有同步的 也就是你現在看到後面這些 他是獨立的 他是獨立的 那所以 我在這邊 如果你要編輯繼續編的 我就進來裡面就好了 這樣你的 畫面是不是變得比較單純一點 你就可以繼續做 就可以繼續做 這個是 用這種 主題的方式去產生分業的 那如果呢 你是完全不相干的 完全不相干的也沒關係 你就從上面這邊來 你看你從插入裡面 最下面這邊 有沒有叫新建頁面 我完全不相干的 那我只要給他一個頁面 是不是就進來了 你可以給他名稱都兩下 真的跟各位在用一次有一樣 所以這就不用解釋太多 對不對 OK 所以這幾個 是我們在用那個 S-Mine的時候 你可以像這樣用 那如果你需要修改樣式 你就可以把框起來 框到的都可以一起改 框到的都可以一起改 所以你就可以進到這個 樣式這邊 直接做修正 那你也可以 複製格式喔 比如說這個格式 我已經做好了 這個 想要變成這一種的 那你可以把這個格式 就有點像Word裡面不是有一個掃把嗎 對不對 你看我把它複製 好我想要把這些貼到這邊來 你就來這邊 有沒有叫做貼上 按右鍵 好像按右鍵才有 按右鍵 對 貼上式樣 有看到了吧 按右鍵才有 他就把他的格式就帶過來了 這樣了解了 我看一下 沒有貼進去 Ctrl加7 來這邊 按右鍵 貼上式樣 這個沒有帶過來 好那我等一下看一下 確認一下 不過他就是樣式可以 做複製 所以 這個基本上就是你大概使用的 S-Mine的一個情形